这次出演五月雪 就成功第一次入围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 这次演技备受肯定 有什么感想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不管是题材 或者是它所讲述的 层面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多 从温宁寺影展 一路到现在已经参与了 十五六个国际影展 然后不管是在国际影展被看见 或者是在金马奖被提名 它其实是更高更远的层面的意义 阿英也就是那个娘惹的后裔的角色 就想问问你在 在可能演出这个五月雪之前之后 对于娘惹 因为它是东南亚一个特有的民族 你对它的了解是不是 在演出前就有一定的了解 没有 大概之前顶多就是知道娘惹高 透过食物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反而真的是因为这部电影 五月雪的关系 然后才稍微有接触到娘惹这个文化 另外就是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演员 蔡宝珠 她自己本身是娘惹 所以我遇见她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了许多 就是娘惹应该要有的动作 或者是就是那个 她跟衣服的各巴压的关系 我有许多的动作 其实是因为蔡宝珠教育的 她其实是一部关系到马来西亚历史暴动事件 那可能在演出之前 你会有没有去了解一些马来西亚的历史背景之类的 有稍微 但是其实因为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稍微去理解 就是导演在邀请我来参与演出的时候 在这之前我其实是完全不了解 因为她自己做拆机填调已经15年的时间 所以她有许多的资料 跟她有许多的理解会告诉我 这样子 说到导演张继安 就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嘛 那可能第一次合作怎么样 有没有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记得第一次我跟她见面的时候 她跟我讲这部电影里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她的想法 就是失去话语权 我就非常的有感触 然后她又告诉我 关于阿英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当她在告诉我阿英的时候 我仿佛就立刻变成了阿英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很有趣的火花 一加入剧组的时候 就感受到整个剧组的专业 跟他们的凝聚力 然后导演的取景也非常非常的特别 包括阿英的家 你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观音像 这也都有很多很多的意涵 然后包括第一次在这个艺山总拍戏 所以就是那个氛围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安静 在对待那个地方 对 那个一定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对 我觉得五月雪她 她其实并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故事 她更是这个世界上曾经 或者是现在还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叫阿英 我觉得阿英也不只是五月雪里头的阿英 我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角落 很多的女性的处境 导演的第一个闪过的念头 她决定要把它拍成电影 这个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转折 对我来说好像有一个更高的力量 在引导 或者是让这部电影 她也不只是拍一个世界 她其实希望把我们的视野都打开来 去关注马来西亚的一个曾经发生的世界 因为我是一个来自台湾的演员 我要去演一个马来西亚的故事 其实这一切的意义 就不只是锁在一个在地形的一个世界 它其实已经打开了国际的视野 我其实在这个里头 看到了温柔 看到了诗语 看到了女性的处境 当然延伸出来的思考 就是我们如何在多元文化当中相互尊重 然后在两性之间相互尊重 我觉得她其实她的议题有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是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商业性很高的电影 它并不是一个娱乐片 它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电影 但是每一个人听到五月雪这部电影 他会有他自己的想象 因为这次导演的手法非常非常地特别 它并没有那么样的直观性的去刺激你的感官 它大部分都是用意象式的去表达 然后非常温柔的手法去表达 我想未来在历史上面 它也会成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觉得它会有它的位置 但是它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它是需要的地步 但是它会有的地步 然后它们在历史上的地步 然后它们在历史上的地步 它们在历史上的地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